2017年以来人民币快速升值 令各界都没有想到 特别是2018年1月份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5% 创下了1994年会改以来最大善悦升幅 令各界恶然 这种升值节奏基本事无节制失控般升值 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 那么人民币过度升值的原因何在 主要有内外部两大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元出乎所有分析机构预料的大贬值 美元指数跌到88是所有分析家都没有想到的 本来美国货币政策进入加息周期后 历史上美元几乎都是走高的 而这次美元不涨反跌而且大跌 在美联储至今加息五次情况下 美元依旧大跌 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美元大跌 人民币汇率必然相对大涨 这是美元汇率的一个倒逼机制 又一个问题出现了 为何美元在美联储加息通道下 竟然不涨反跌而且大跌呢 作为美国第一个商人总统的特朗普 上台后主要是拼经济 而出口这架马车一直是美国永远的痛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指责美元升值 直言要让美元贬值以促进出口 没想到上台后他竟然做到了 美联储虽然进入加息通道 但每次加息幅度只有0.25个百分点 而且总利率水平仍然很低 按照美联储表述仍然没有实现货币利率的正常化 加息对美元的影响只是舆论心理的预期的 同时 特朗普为了防止美元过度升值 又通过较大幅度减税 释放1.5万亿元基建投资消息等 投放货币或提高货币投放预期 这些预期 大大抵消了美联储小步碎步加息的美元升值力量 使得美元大幅度走低 在苹果等公司现金大幅度回流 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都不能阻止美元贬值 足以看出美元贬值的内在力量有多大 总体看 美元贬值符合美国的长短期利益 从短期看 有利于促进美国出口经济 从长期看有利于美国已经隐蔽赖掉海外债务 美国政府乐意看到一个弱势的美元 美国财长在达沃斯冬季论坛上已经泄露了心机 从内部看 人民币升值或凸显央行在外汇遥控上 分寸把握时机与策略都有待提高 就在2016年上半年以前面对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后 美元较大幅度的升值 人民币较大幅度的贬值 央行干预人民币贬值的力度过大 用力过猛 结果导致这种后遗症至今缓不过近来 接着 面对美元大贬值 人民币大升值 调控又处在束手无策之境地 一个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中国经济强劲决定以支撑的 这个观点基本是错误的 从内部看 经济强劲增速加快 一般都伴随一定的通货膨胀 货币一般是会贬值的 从对外的汇率上看 主要手货币政策比如加息或降息 各国干预汇率 汇率体制等影响较大 与本国经济基本没有联系 回顾历史 中国经济增速在10%以上时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都在7元人民币以上 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到目前的6.9%左右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最高升值到1美元对6元人民币左右 美国经济这几年都全球绷紧这边堵好 2017年三季度以来更加强劲 但美元却大幅下跌 指数探值多年以来新低 美元贬值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 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出口好不容易呈现出正拉动结果 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或对2018年一季度出口带来较大影响 出口这驾马车不乐观 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认识 一定要警惕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影响不大的虎虎思想 对于人民币的过快升值 央行党调控机构应该有对策 比如趁机放开一切不必要的万汇管制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使用改革 让要组市场通过畅通无阻的流动来决定汇率等 以及鼓励企业走出去 鼓励企业大举投资海外项目等